OK 那個剛剛其實那個子余分享的東西比我清楚啦 所以我想要補充一點算是 除了像他們開會以外的一些事情 對 開會就是說像是我們conference裡面有很多talk嘛 非常精彩 可是你知道日本是跟其他的 不能說不一樣 他們有很多奇怪的東西 好 第一個還是就規律一點就是 他們這次的那個slogan叫做 savage 其實我不知道這個單字 後來google還知道就是打撈 因為他打撈的另意是說 因為剛好是跟那個星系 星系是一個日本算是很早期開港 就是說被美國那種的歷史上面 被迫開港的其中一個港口之一 所以他們這次是紀念星系開港150週年 特定選用這個logo 以及他們這個算是跟他們當地的一個 算是特殊的一些文化所簡潔的東西 那另外一個就是 他們這次的slogan是那個主要的kino講者 我忘記他名字了 不過沒關係 我想分享就是這個東西 設計師 因為他是一個設計師 那他設計師他想要是說 在社會上面一些設計的東西 其實很多都是須有其表 或是說他並不是達到他們設計的一些理念 那他們是想要提剛剛一個概念 就是說設計是來用的 不是來看的 那他當然是說剛剛子余也分享過了 這是他的那個講稿 那個即時繪畫的東西 那另外就是他們今年在Goffer Zero 那Goffer Japan的相關人 都有在台灣這邊 在中研院這邊 來分享一個東西 其中一個我覺得滿有趣的就是這個 他們就是open data game 就是跟那個open data 跟肉營用紙牌遊戲去做這個game 那這個東西是open source的 所以說他目前是已經有人把翻譯成英文 然後好像是 字號還是哪一位有幫忙翻譯中文的吧 還是哪一位啊 我忘記了 好不是你沒有關係 反正他是說已經有翻譯中文版了 那只是看看只是說 怎麼樣的方法出去跟大家分享 那好那除了那個之外的話 因為今天我看到好像有一位 就是說之前在Goffer Japan的時候分享的媽媽 那他我現在是說 包含我們現在說使用那個服務 就是UD code服務 對於說是像會議這邊即時翻譯之外 那還有對於就算是聽障朋友 他們是一個我認為是一個滿好用的東西 那今天下午剛過來的時候 有一位媽媽 對我跟她分享這個之後 她就說這個東西對於聽障朋友的一些交流 可能是一個很好用的工具 那重點是它是free的 那再來就是這個 就是在今年的那個Goffer Zero 不是 Coffer Japan Summit的時候 那個講稿 對 這個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它的那個內容 那重點就是說 還有一個就是他們這次 那個Coffer Japan 三面之中有一個活動叫做 Social Fighter Award 那這個活動的話 是希望大家就是說 針對於像是一些教育方面的問題 可以去解決 或是教育跟社會方面的問題 那他這次是有提供就是那個 因為冠軍得主的話 他是做了一個跟那個什麼 學生學習的時候一個很害羞 不敢擺到自己意見的一個工具 那這個工具可以協助就是 小孩子不用直接面對老師 他一樣可以去 好快 可以吃那個 好快點好了 那再來就是比較好玩的東西 應該不是比較好玩的就是其他東西 第一個是前夜季 然後前夜季以後 有一個吃東西的party party完之後的話 第一天活動完就有個party party第二天結束後 有第一次party 第二次party 第三次party 第三次的話 因為是吃拉麵所以算是結束了 在沒有吃拉麵之前 沒有吃烤肉之前都不算結束 這是日本文化 那再來除了這個之外的話 因為時間不夠我想快一點就是 我們今天的話 在這邊 跟活動的話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發現到 還有很多小朋友參加 這個東西 好朋友的東西的話 其實是一個在全世界的 Copensource Conference上面 真是一個蠻重要的東西 那在今年的Picon Korea這邊的話 他有提供一個babycare 他其實不是今年 他是從2012年開始就開始提供了 那麼日本這部分的話 從2012年跟2013年開始 就提供babycare 然後美國這邊的話 他們是有付費的50塊美金 那還有其他的話 就是comments 美國的Picon 今天在5月1號到5月9號 那菲利賓Picon APEC在2月 然後還有Eoperson 今天公佈了 在那個Switzerland 好 Picon Japan Picon台灣謝謝 謝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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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